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中超电兰和上海中兴的比赛 第二场就是尚坤对郑佩峰 郑佩峰的球 好球,卡边 清楚啊 你看他没有一个球攻得很凶的 对对 他基本上把点控制住 对对对 撑着你 把你拉开了以后他两倍打给你甩开 这种球对尚坤来说很难受 反正很快 这个球通常我们讲的他不是经常打在下 他就上来先扶你一下 扶了以后让你不敢动 对对对 第一局当然上位 都是在投石温柳 要摸摸摸 刚刚尚坤 对尚坤来说这个球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 像这种球轻轻的拧起来 这把拳你必须要下杀手 这把拳是上坤还打得没数 上坤呢是1990年10月21日出生啊 左手横卧球排两面反交胡圈结合快攻打法 那么14年15年16年全国锦标赛南团冠冠军出人 主力队 那么主力队 中培峰呢他是96年出生 右手这个直板 胡圈结合这个快攻 2010年是福建 元金福建 2010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南团和南双的冠军 那么2013年俄罗斯公开赛南团第三名 我们来看下比赛 现在对上坤来说就是这样 就是你打他 你必须要以我为主 以自己为主 那么以自己为主怎么为主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个进攻套路 你现在这个球呢 套路不清楚 你到底主动进攻 还是在背着防御 还是在打箱子 什么球都看不出来 而对方很清楚 你看到吗 看到吗 他像是很清楚 跳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人也长得不高 但这个路子他肯定是够够够够够的 从直板反交正的胡圈形结合快攻打法当中 他基本上是速度撑阵击 然后有机会他才发力 基本上他不发实力 对了 现在上空这把球才刚刚开始有点味道 这什么说呢 这对方过来质量不高的话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高质量 对了 对了 南运动员当中只要质量出不来的话 你这球局面就改变了 最主要的就是要出质量 这是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质量一定要成 好 这个就是对 这个上空接发球呢 接发球还是有点冒高了 对方抓了 这个接发球和他后面的路是有关系的 他后面没想好的话 接发球就就叫不叫随便进入 这种接是没有无敌放肆 你必须把后面的球要连接起来 慢了 对对对慢 对方明显出高球 但你慢了 慢了 这个点不对 就顶着整个顶过来了 打到这个球边缘上 有时候我们就说 这叫瞄着打 对 你瞄的太多了 该出手就要出手 不能全部是瞄着打 7比4 这边这个门大概开着 这个风还是比较大 影比较 影响比较大 所以上空这在在说 把这个门关一下 这个风啊 侧门那个风还是比较大 确实是 嗯 嗯 正配风啊 那段老师 那么实话说 就我确实没看他打球 但是我今天觉得 这个很有特点 因为 像我们这种年纪 可能是比较就是 过去因为一直看这个 也是打纸板的 对 就特别想要看这 纸板的出几个人 他不错 你看他 作为一个纸板应该 他反手用了很多 你看看 实际上像他现在 有些球 对许兴来说 是可以借鉴的 嗯 他不是完全照搬 但是可以借鉴 就怎么说呢 你有时候在进台 有的时候左右的平衡 你是要考虑的 你不能一点不考虑 就正反手的平衡 像他们这些小孩子 就打得太平衡 嗯 很快 但这个球呢 对尚昆来说呢 尚昆对付他很难打 这个内心就很难 你没有东西打透吧 哪怕他是一股枪 你穿不透 对对对 对对对 对方站点站得非常清楚 一旦退台 他就发力 他如果不退台 他就借力打 嗯 而尚昆呢 现在人虽然没退 但他这个反手老是 老是借不到点 对 这个力借不上 所以一个人在运用技术的时候 你脑子一定要清楚 嗯 像这种球的价值 不是很大 偶尔来一个 嗯 没有 不行就好 加油 发一个状态 发一个状态 对 对了 对了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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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球不要勉强你 你可以戳一个强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等他一会儿 这个对方那个发球 这个郑培峰的发球能词 我们来看一下 郑培峰基本上是后发自然的 嗯 他不是不会先发自然 很少 机会 哎呦可惜了 这球其实机会而已 啊 没上台 因为这对方已经被动了 这个球 现在十比七 郑培峰拿到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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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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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方 尚坤和郑培峰的第二局较量啊 第一局是郑培峰十一比八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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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空来说他的进网球的处理 嗯 一直是他的一个伯乐感机 你 所以你的花球必须清楚 有没有 不清楚 你花了这样的球对方铲了一个铲子你怎么放都要想好 嗯 好球好球 这个就好 这把是漂亮的 嗯对这把你就不是拧了 对对对就是叫拧丝 发力的对 丝的角度还非常大的啊 哎呀 好球 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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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3 上球发球 这个球明显就是你本身你是发球 你应该想先上手 但是你速度明显的 还没有对方的很快 先接的啊 对就这个问题 所以他不太喜欢打这种快攻 对对对对 那你不喜欢打你也必须要赢 因为这是个局面 这个局面你必须要破解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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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主动起来啊 嗯 主动跟他打 嗯 没问题啊 你不要被动的被他拖的形成这个局 对你跟着他走 插边啊 没有啊 插边 插边 点点这是微乎其微对吧 就是说一般的就是你 这个是个死叉 嗯 没法救他 这是改大球了 小球的话就差不多 对了 开玩笑 哎呀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 你发短了以后就要准备人家捅长的 你不能发完了以后别人还没出手 你就人就顶上了 而且这个车我觉得他捅上了而且他还是比较高的很好的机会 对啊 所以他这个就是你顶的太前面了 对 这个可惜了 这一分 这有的时候我们用上海话的时候这个叫死生物了 对死生物 还好现在五比五平 因为我们现在对所有对这个尚昆的评论 实际上都站在什么 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 对对对 就希望你再朝前面上去 这个对 所以有的东西是要你为他提出 对对 要提出批评 嗯 可以 现在这个局面 我感觉已经到了一个 比较平衡的局面了 对 就对方他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你只要减少输入 然后按照自己的路子打 质量一定要出来 包括出球也有质量 接方球白短也有质量 对 这个球倒是可以的 对方的 接不上力的 对 偶尔来是可以的 那其实我们观众呢 也最希望看到这种比赛 就像这个两个水平呢相差的并不大 比分的交替上升 对 在拳牙交错 而且扣人新鞋 你真正拉太大也没什么做好 他里面就有很多内的 对 打出了这个内涵 嗯 本来人家讲 你差距太大根本没法教什么的 嗯 漂亮 这番球真的漂亮 他完全打了一个落地开花球 对 他拖了一把劲 加油 而且这把球它是有意思的 对 我放了一个短的 让你捅长 一捅长我就借力 好 这球真的漂亮 很快 这样裴峰就靠到自己的脑袋 他那边的反手真的漂亮 好 这种球你一看就感觉很舒服 嗯 因为他什么呢 他的实力也是不够 嗯 他的质量不够 嗯 不够 砂砂板 嗯 都不是很酥 那么怎么办 他一定要靠他的巧 要处理得好 嗯 嗯 这把球也是 磨名其妙的是 对方动一动 晃一晃 你就开始动了 你没事 你就戳过去又怎么练 嗯 准备防他一把 他又不凶 嗯 中等力量上来你就顶他两把 嗯 好球 这把球就是上昆的特点 嗯 当他把这球拔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死转 嗯 所以我们通常是在讲 在这个拉弧圈的时候 比较转的人 他往往的速度呢 是不够的 嗯 这都是 你要像两边拳套好 很难 对 十比七 这局 因为上昆拿到了这个 局点 啊 上昆这一板球 一定要把套路弦 对 想好 嗯 整个弦界要想透 三板 嗯 自动 八笔十 不说不 唱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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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唱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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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正拍风 这个地是真的 对对对 他明显的就在后面等你 9比10 张飞峰还落后一分 我们来看一下 插网 上坤现在实必者还是有一个局点 张飞峰脚发得非常轨 对 他敲了一个不转 这把球很短 而且脚的跺得很小 就是对军在迷惑你 对的 好球 上坤这个机会 漂亮 漂亮 这把球成功在什么地方 以我为止 你要想上手抢攻 我就给你一把 对 我先拉起来 拉到反手 拉到你反手以后 你稍微退他一点 你的反手就没那么大威力了 对吧 这个是把握住了 11比9 这样的话上坤是半会一局 双方前两局打成1比1 我们也请这个段老子 简单点评一下这一局 这把球应该 这一局球上坤已经明显改变了刚才前面 比较被动 受牵制的这个局面 基本上和他打了一个平手 所以这种状况 应该讲他已经进入状态 对 这种状态只要在下一局当中 不是保持这种状态 而是保持这种 积极主动的这种姿态 然后在关键球当中处理 一定要老是清楚 那么应该讲 上坤还是有可能取得上坤的 我认识到中超的比赛 确实是非常好看 应该讲水平真的很高 那么有些运动员 我们平常可能就是说 在国际大厦里并没看到 但是在这个中超比赛看 我觉得他的技术 其实也很先进 当然 这值班这个 当然就是你 就你对这个东西 第一 你要看得出来 第二 你要能够解剖得清楚 不管是观众也好 专业人员也好 都要在这种水平下行 那么你看这个球 就会得感到非常精彩 好 那第三局 准备放发球 这板球 它的失误在什么地方 它实际上用的是个拧拉的动作 包括重心也是个拉的重心 但它最后还是在发力 也就 最怕的什么呢 就你的动作是拉的动作 然后你再打冲的发力 就完全对不上后 林比尔上坑 现在是落后两分 上坑发球 这两次接发球并不理想 不要退后啊 他很久啊 基本上是太到落地了 才捞起来 就太推太后了 很困难 因为反正被动 因为你这个球回的时间长 对方这个 完全死拔 人一定要顶着前面 好球 对 对 对了嘛 对 对了嘛 对 你刚才说它听见了 对 刚才我记得说 它你必须顶上去 顶上去这个速度才上台 对 如果你速度一降 你就被它控制住 嗯 下落下落下落 我号码啊 差吧 而且现在郑飞峰 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 因为什么 它的穿透力不过 它的质量并不高 这个球呢 就是上坑的这两个 就是从第一轮次的发球 也是两个 都是质量 起高了吗 不高 你这个球就是拉了 你朝前面走一点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以什么呢 以拧丝 和拧抽为主 虽然抽有点难度 那拧丝呢 好球 没打算没关系 当然这个球这个 对啊 现在 有节奏对方 对 现在在中国难队当中 看它的技术先进一步 实际上很主要的 就是看它反手 对 你到底是 揭发球是以拧拉为主 还是拧丝为主 那么最高水平的几个运动员 它一定是拧丝为主 就配合拧拉 也可以配合拧抽 如果你是全部是拉为主 那么你的速度一定上去 威胁一定会 那刚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刚一开始出来这个技术 对方呢 就说大家都 心态不行 心态就说已经 一定是 一定是丝 就抽为主 你现在拧拉 你就拉起来呢 就球速不够 我们一直一共想绳诗 拧又好解 拧拉 拧丝 拧抽 拧弹 当然也有叫拧冲 所以你必须要聚到中位当中 也就是说拧丝为主 不能在低位当中 就低速当中的以拧拉为主 刚才有一个擦边 那么第二号是 郑培峰5比3领先 对了 倒车 对了 对了 他的穿托力并不强 对 你可以防他两板 没事 就是我们看到郑培峰的车数 已经很快 但是这个谁上空 可以啊 可以顶住 而且更快 对吧 刚才 5比4 4比 5比4 这可以作为你一个战术组成 对 不要心机慌忙的 位置不到车 乱发力 那这都是大忌 接发球不好 很好 一直在说 这就是什么呢 他的所有动作 包括他重心移动 是从下朝上走 我们讲 应该是朝前走 你从上朝上走 这球一定是起高的 对 4比6 上坤八球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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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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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坤 上坤现在脑子要想清楚 对你的速度 对方已经适应了 对方也很有数 那怎么办 你这个点要上去 但是你点上去 要提高速度的话 你的动作速率 也要是很有点 不是单单一个站位 人朝前走 动作还是慢的 那是不行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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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点上 反正都是一个范例 他的筋态高点打的时候 整个转身的速率很快 质量又高 速率又快 这满球是什么道理 这满球就是 你要么要挡他的话 人再要上去 要上去 让他的旋转还没出来的时候 你就防住他 现在他已经冲起来了 对对对 你再压是压不住的 就明显的 他比如说正被风踩 你像在防的时候 他就肯 他一定贴 对吧 明显的不一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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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句双方一比一战平 这满球正飞风 就控制得很贵的 他明显控制你一个大角度 让你勉强测身 哪怕你发力 这个发力是发不足的 他就挡了你一个空档 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 就掉了一个空档给你 这个球可惜了 其实到了反手的时候 他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 就反而是 被对手抓了机会 他脑子里想好自己一套 没去看对方的变化 是吗 以为 以为什么的 这个正常 来吃看 好球 7比10 上空是落后三分 那么首先呢 把这个接发球接好 才能有自己的发球轮次 这个球呢 我觉得正飞风有点保 自己这个10比7领先 就有点保 自己这发球 就这个发球应该发的 主动上手可能会更好一点 现在8比10 上空要是落后两分 上空发球 现在上空是可以偷他一个发球 我感觉他比较好的是发一个击球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 右擦边 那么今天呢 刚才他曾经发一个这样的球 是正飞风是吃过一个下完了 那么这两 而且这两个这个擦边 都在这个脚上 对吧 这个东西看他说什么对错 对对对 看你运气大 11比8正飞风拿下第三局2比1领先 好 现在是2比1 局分领先 第四局 看看尚坤 能不能在 这一局的开局呢 首先打 今天在这个整个比赛中 无论是许新还是这个尚坤呢 每一局的开始 开局都不理想 好 第四局看一下 0比0 尚坤发球 还是这个有点老王 2比0 今天郑飞峰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就是 非常主动 在排内 整个的 衔接的非常的好 控制着上 0比3比0 现在叫暂停了 那么从这个开局 我们刚才讲的第四局的关键就是开局 因为本身这个尚坤的 这个大的局分呢就落后 一比二落后 那么曾经在第二局 是11比9战胜 那么从前面这个三局的比分来看呢 其实分差的并不大 郑飞峰是两个11比8 尚坤的是11比9胜了一局 那么在第四局 没想到上来呢 是首先自己发球 那么一个发球成四个点 两分呢 两个球呢也没得分 对方发球又失了一分 现在又得0比3落后 马上及时叫停 这是很关键 我们看看通过这个暂停之后啊 教练的这个指导布置以后呢 看看能不能有些这个起色 转变一下 3比0 刚才现在0比3呢叫了个暂停 尚坤这个第四局很关键 但是开局呢不理想 4比0 第二的话呢就是很不利了 说句老实话 这个很难扭转这个局面 我觉得啊 因为十一分之 你现在说4比0 是0比4了 就很难追 而且还要看你这四分是怎么失的 对对对 你这个揭发球 或者说你抢过的路子不清楚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讨厌的 这也叫暂停啊 这个都非常及时啊 尚坤是林比萨落后叫暂停 那么现在就说 呃 4比0以后呢 尚坤刚得一分 马上郑佩峰也叫暂停 你要打乱你的这个部署节奏啊 因为现在对这个江苏队来说 这是他们的机会 这场球他们是不能输 对 或者是他们绝不希望是 如果这场球 他们拿下来的话 谁都知道 双打是说不清楚的 对对对 两方面都有可能 实力伯仲之间 因为双方的队员配合都不到 都不是经常配合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偶然性就比较大 又是短局 又是抢击 所以都知道 只要前面一比一双打 那就大家打着看了 所以说刚才这个段日老讲到这个短局 为什么叫短局 决胜局的时候 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第一第二场和这个 后面这个第四场都是 一二四 一二四是五局 五局 现在其实我们大家希望呢 看到尚坤的能把比分搬拼 二比二以后看决胜局打七分 但是那个就是第三场就双打和第五场 都是打三局两分 对 也是最后决胜局也是打七分 对 这就是我们一个中昌的一个特点 这个赛制不一样 中昌所有比赛实行的最后决胜局都是 都是七分 唱七 嗯 唱七 唱七 哎 六比 这个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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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就是冒的还是比较多 太多了一点 这把球也是没有意思 就随手一下 我觉得不敢裹断 你到底躺了干嘛 要么你说已经裹住了 那发点力也可以来 带一下 由于路子不清楚 对方很清楚 只要你一上手 因为你质量高 它就要拼命的防你 对 但是房子当中是有质量 它的弱点控制得很好 至少控制的是合理的 两倍掉落 这就叫路子 对 这一板虽然它的质量不高 已经有了小事物 但它意识是清楚的 它就要捅你一个长的 对 捅到顶线 已经到这个白线了 对 因为你人已经上了 它就捅你 2比9 上坤 上坤 上坤现在是双冰决落后 应该这局 怎么说呢 你也可以说这个基本上 很难的 就看了 因为郑培峰现在是有点松了一点 但是因为他毕竟大比他领先那么多 捅得很长 又是一个 他看着你朝前走 而且是有点盲目 他就加了一个转捅了一个长 郑培峰如果没有这点战术意识 脑子不清楚的话 他绝对打不到现在 我其实很喜欢郑培峰这个 是 我也很喜欢 我也希望以后能够多看他的比赛 你看见吗 很清楚 拉完以后倒反手 他大就发力 不错 郑培峰11比4 又拿下了这个第四局3比1 去年